好 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先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在今天呢 我们要为大家还原的 就是赖品鱼摔倒的这么一个现场 因为赖品鱼呢 为什么摔倒成为重要的事情 因为说真的啦 我觉得他的爸爸赖靖林 已经辞去了云豹的这个董事长 有必要这样子每天去逼他吗 我不知道他爸爸的事情 干他是什么事情 我真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样 干他是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呢 就是郭董 他要大家挺他 独家内容就来看到 侯友宜的访问美国 惊爆8月24号 惊爆8月24号呢 我们先来告诉大家 赖品鱼今天呢 这个摔倒的状况 变成引起大家的讨论 掀起三风暴 第一个很巧就是呢 要访问他 而且跟他出状况的是中天的记者 而且另一方面挺郭董的 这个所谓的郭粉当中 跟人家发生冲突 口角冲突的扯到五星期 第二个我们要看到 侯友宜的美国之行 初步出来了 第三就要看到 核废水今天排出来 对鱼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先来讲到 赖品鱼的部分 赖品鱼的部分呢 因为他的父亲赖敬林 在2月21号 已经辞去了云报董事长 因为讲到 这个故事 大家应该知道了 就是因为赖品鱼 他认为说 侯友宜提出来的能源政策 就说核四对不对 根本就是什么放插大联盟 怎么会把核四再拿出来呢 我要讲 我也是反对核四重启 但没有人说我爸 或者是我去做绿能 对不对 那刚好他嘛 他爸爸就刚好是在 云报绿能当中 当董事长 就被拿出来讲 然后他21号就请辞了 然后今天赖品鱼呢 他是出席一个 医学会的 肝眼症的卫教活动 就被这个某媒体 就后来知道是中天了 追问 一直追问他说 反服贸的事情 就说你反服贸 那你爸爸为什么去大陆交流 我跟大家讲 交流是一回事 我忍不住要讲 交流是一回事 服贸通过是一回事 对不对 像我现在都很赞成交流 有同学到中国去交流 或者是做生意 去中国做生意 都很OK 可是这不等于是说 我全部的法令 要通过要卖台 不等于说 我同学到中国去 然后要把你的东西 统战带回台湾 这是不一样的嘛 然后呢 整个过程是这样子 因为呢 在记者会当中已经问了 问了以后呢 他又一路追赶 一路这样子问 然后呢 到后来 赖品鱼不知道有谁推了他吧 他感觉有被推吧 他就说 不要推我 不要推我 讲了三次 然后后来赖品鱼 真的不幸摔倒了 你看他画面就可能绊倒了 往下看 他就是不幸摔倒了 摔倒了以后呢 他就说 对这个记者大喊 你为什么要推我 哪家记者有必要这样子吗 我要叫警察 记者就否认 害他摔倒 他说 我没有把你推倒 我是把你扶起来 我想应该不是古代那种公斗片 就说 我没有害你 但是真正是怎样 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这个灵性记者 不会去 故意推倒这个赖品鱼 但是中间 因为太多人了 所以他就摔倒了 然后呢 这个记者也被起底了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 赖品鱼 原来是不知道对方身份 他只是说 你是谁 你是哪台 因为那个中天的记者 手上拿了好多字麦克风 我看了好多字麦克风 然后呢 他就说 发现他是中天的灵性记者 赖品鱼在11点08分就发文 他说同一位中天记者 上个礼拜也在他回答完问题之后 一直不断的跳针问问题 还恶意一花接木 说他是落跑 然后今天他回答 他还仍然狂追 然后呢 他就严正表示 请问中天新闻下一周 我要遇到什么样的跟踪骚扰 暴力行为 然后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们知道灵性记者说 他是拉他不要让他跌倒 那很多网友就说 那如果记者没有去追他的话 就不会跌倒啊